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斤分好几个一斤的话分好几个摸四张牌第一是给队友的摸四张牌多出一张杀相当于一回合一个人摸六张牌出两张杀强势武将非常强的一个辅助防止雷电以外的伤害这不相当于什么来着雷电伤害以外的伤害类似于大物保护自己的然后跳过下一个出牌和弃牌阶段这个东西的话可以防自己的队友是乐知道吗对自由乐万一出什么问题的话 比如说我队友被乐了我给他这个也没什么损失也可以说有一个强势武将比如说神寻玉这样的武将他十几张牌要动起来要出事了直接要死人了用这个技能让他不出牌让他不出牌的话就是类似于男花老仙的感觉知道吗 二就是叛黑的男花老仙出牌阶段失去一点体力本回合上线减三很变态啊这个对卖血医院来说是打击很大的直接掉你一点血你一共最多四五血直接要出事很恶心回合结束恢复三点体力 这很恶心更恶心了队友一血直接回马受不了的跳过下一个摸牌阶段稳定中的兵 咱们剩下就不说了给大家看一下这局的话孙权跳反张星仔跳中然后这个曹松的话问题就是说我这个金没有的时候每个金只能用一次就那个品种不能说一个金能重复使用第一个像那个摸六张牌出两张杀那种每个金只能用一项既然只能用一项的话只能用一项的话其实削弱了一点但是他依旧是很强的辅助一定要注意所以说对于你们来说的话 这时候这个吸食材潜伏就很没问题啊这潜伏的吸食材潜伏的蚊羊保护的蚊羊自己也刷逃活久了开局 还有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个冠纵他的技能是类似于自己队友有个卖血匠假设自己队友有个卖血匠我把这个武士给了吸食材我不掉不真掉血匠只是让那个卖血匠真正用了一下了解了吗就这个冠纵 冠纵的话我可以指向吸食材让其随便一个人杀一刀吸食材但吸食材不掉血能发动自己技能 这是一个主动技能如果你队友是个卖血匠的话别忘了我那会儿就经常忘咱们就不说了这时候身份其实已经起了他反他反吸食材反这两个大概率中了大概率中所以这个冰他还想乐些流善流善只要不出来只要不出来的神国家被打一张牌的神国家和下回合这八张牌吧再加六张牌十多张牌的吸食材你觉得你觉得国家能顶住吗顶不住的按正常来说这个辅助是真的强 但是他是真的脆如果其实他莫名的其实也有嘲讽你知道吧就怕你位置不好人只能把你秒掉你知道吧而且最重要是这个金不能给自己比如说类似于大物那个金你知道类似于大物那个是只能防闪电伤害这个但是能防闪电伤害就这个什么闪电伤害这个卧槽天过天过我服了一个天过之后不知道谁的乐反正不是我的俩天过很开心啊 本身能像戏是来清场的结果一下天过旧的神国家狗命这种这种让运气游戏真的给靠一点运气说实话当然你的技术达到一定标准之后才能告诉才能告诉说这把书是运气否则的话你其他有一堆失误的话没必要说这是运气啊咱们继续说这个正经啊正经的话这个啊就是说这个雷电伤害以外的伤害 如果这玩儿金能给自己的话这个武将绝对强势程度能增加一个强势而且这个绝对能上至尊场的有人给我私信问来着曹聪是可以上至尊场的因为尤其至尊场这种快的环境只要是快局的话降面够昏的话你不需要什么怕金没了之后必死啥的你没有那个机会的至尊场也就两三回合结束了你的金可能还用不完呢或者你没用完之前就死啊相信我这局的话如果不是这个运气问题的话十多张牌武士的话是多留相当于一回 一回合摸六张牌四张牌是自己的两张牌四张牌是我给的两张牌是自己的然后两张杀还有这时候我怀疑戏才应该是一个粉丝但是我不太认识后来因为我看他说话了都好像这时候火攻我摸火攻是国家上了藤甲结果没发现戏才有很多的牌这把其实你就是个辅助别想到我想打MVP打不出来没办可能有个自己原因吧辅助武将近还是很难打MVP的 你是尽情地去保养其他人不过你的强度没有任何人会说你的强度弱但是如果你队友死光或者说你的节奏变得特慢的时候真的有一局节奏才慢的时候你基本就是可能发挥不了特别好可能金用完之后直接死了或者说节奏你的队友死光了你又不能给自己金啥用没有最多是限制限制主攻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大家想清楚 这一下翻盘了因为摸的牌太多了太惊人这信使才没啥太大问题啊不管是不说牌序也说其他的仙服也仙服对他给我送花就说清楚他可不知道是不是认输普通场应该没人认输反正有些粉丝的ID我真记不住老粉丝我能记住抱歉啊